好,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是說 現在有兩條彈簧 彈力長度都是K 然後把一根棒子 這只要是小M 把它吊起來 那平衡的時候 這個角度是細大 那現在就是說 我現在稍微把它拉一下 拉一下的話 拉很短的距離 然後放手 然後它就會在這裡震盪 那求這個震盪的 這個政府 那現在我要怎麼做 我現在的話 就是把 它的那個揮霧力 就是現在已經平衡了 然後這樣一拉的話 這個彈簧會生長 那彈簧會生長的話 它會多出一個揮霧力 我放手以後的話 它的盡力 就乾淨的力量 這個是多出來揮霧力 會讓它做震盪 那我現在找到那個 揮霧力 跟小M的位移的關係 也就是說揮霧力 假設是F 跟什麼呢 跟那個 往下拉一點點距離 這個中間會有一個什麼呢 會有一個這個係數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彈力長數 這個叫大K 我現在把這個大K找出來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算過它的周期 好那現在這個揮霧力點多少 就是說現在已經平衡了 那平衡的話也就是說 這個 彈簧的張力 跟這個張力 跟重力已經平衡了 平衡了以後 我再把它往下拉一點點距離 這個距離會非常的小 那這一點的話 就跑到這裡來 這一點跑到這裡來 那它的話就會生長 就會生長 那生長的這個長度多少 現在的話 我再多畫一個圖好了 現在本來是這個樣子 這是細打 那往下拉 拉到這裡來 然後呢這一個 這個 就是這個長度 假設叫L好了 那我現在把它做一個等腰三角形 那等腰三角形的話 那生長量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是ΔL 那這一段的話就是Δx Δx Δx就是這個木棒 它下降的位移 那我要先來算它的 這個恢復力 跟位移的關係 這個恢復力是等於多少呢 恢復力是等於 這邊多出一個ΔT 這邊也會多出一個ΔT 會多出一個ΔT 會多出一個ΔT 這個等於是T 扣掉重力 重力就是跟第一次平衡 平衡的時候的力已經抵消了 就是重力 扣掉什麼呢 就是這個繩子的張力 扣掉重力 那個就是ΔT 那ΔT它有兩個 所以它的那個揮霧力F 就等於多少呢 兩倍的左右兩邊嘛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那個3的施打 這角度是施打 乘以ΔT 2T 3的這個施打 這個ΔT 這個ΔT等於多少 ΔT 就是等於那個彈力長數 乘以多少 乘以多出來的生長量 就乘以ΔT 乘以ΔT 所以我就想著 這個是等於兩倍的 ΔT是K 乘以ΔT 乘以ΔT 乘以那個3是施打 那我們現在來找那個F 跟ΔT的關係 現在這個ΔT等於多少 這個角度是施打 因為這個拉的很小 所以這個角度 這個叫D-C D-C D-C 所以這個就趨近於90度 那趨近於90度 那趨近於90度的話 所以的話 那這也是90度 就是說現在是這樣子 這是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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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幾乎都是直角 雖然這個是一個 這個幾乎是直角 這個是直角 這是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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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 就是直角度 就是直角度 這個加這個90度 所以這個也是施打 這也是施打 就ΔL 除以多少呢 ΔL除以ΔX 這個算是等於3施打 像是約瑞 當你真正是等於0的時候 才會相等 Sine 施打 好 那我就把這個ΔL換掉 ΔL的話 就等於多少呢 ΔX Sine ΔL 所以這個是2K 那乘以多少 ΔX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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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平方 好 那這個就是大K 2K Sine Sine 平方 這就是大K ΔX 就F等於K X AX 就是它的什麼 它那個 它那個 那個 那個 棒子的那個位 下降的位 F等於K DX 那時候我就曉得 這個 這個就是大K 那時候我就曉得 周企T 我那個 點前一路的周企是2π 乘以都才 大K 分之 這個棒子的質量 好 那這個點多少 2π 大K 大K 是2K Sine Sine 平方 分之小M 好 那Sine Sine 平方移出來 就變成2π 更好 M除以2K 乘以3Sine 分之1 3Sine 分之1 就是Cosine Co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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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周企是2π 乘以2K 或是M 乘以Cosine Cosine 這一個就是周企 鎖